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 综艺晚很大日前录制200集特集, 找来浩子、阿达、Janet、詹子晴、 Alby等外景主持人合体, 众人拼命创官却不小心受了伤, 阿达宽顾挫伤跟伪追发言, Alby伤势也不轻, 右小腿当场骨折闹分家, 制作单位赶紧协助他就医。 金凌晨他透过脸书报平安, 表示将在周二开刀, 赶快让他们, 小腿骨, 团圆, 而且会照原计划去听今晚安普演唱会, 吸收正能量好好压压惊, Alby透露, 感谢当天急救人员协助, 高铁工作人员也热心借轮椅, 绷带推他上楼梯, 老实说我真的很害怕, 没有人希望事情变成这样, 我知道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, 我会快一点再快一点好起来, 回复到完美的状态。 祝我手术顺利一个月后就能再活蹦乱跳, 他表示早已买好安普演唱会的票, 原想说受伤, 打算将演唱会门票送出, 后来他转念, 躲在家里时想住, 都已经这样了, 为什么还要放弃生命中美好的事情呢? 明天还有一场立马转念, 开刀前要去吸收能量压压经, LB路综艺碗很大受伤小腿骨折, 翻摄自LB练书, LB路综艺碗很大受伤小腿骨折, 翻摄自LB练书, 综艺碗很大200级特级, 众人录影前开心合照, 翻摄自LB练书,